这个女子身体被诅咒,三个儿子每一个活过一岁,女子求神婆帮忙,竟生下一名骑女子。 这就是米虫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新卷《百清歌》,本剧由李敏昊主演哟,话不多说,来看剧。 1910年,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,在此期间,诸多朝鲜人失去生计,被迫背井离乡,尽管如此,百姓仍然自强不息,坚强生活。 1915年,朝鲜人失去世气,一个女人来找神婆,命途多传的她,在父亲和媒婆的劝说下,嫁给一名烈纯男子。 婚后,女人努力扮演好妻子的角色,曾生下三个儿子,待没一个活过一岁,女人感觉身体像被诅咒了对不起善良的丈夫。 文言神婆开始跳大声,一切结束后,神婆告诉女人,她即将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孩,女孩一生将承载一个家族的历史。 几个月后,女人生下了女婴,孩子哭声铿腔有力,一听便知身体素质良好。 女孩名叫善慈,这次她打破了母亲的诅咒,茁壮成长。 平时,善慈会跟父亲在田间玩耍,一起来到琳琅满目的海鲜市场。 善慈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繁华的地方,东张希望一切都那么心急有趣。 远处两个日本警察走来,善慈好奇地上下打当对方,父亲提醒她低下头,善慈这才乖乖照做。 在警察离开后,善慈又四处闲逛起来,他看着被打捞起的鱼,读出鱼得不开心。 渔民大叔告诉他,即使是最卑微的生物,也会渴望生存下去。 大叔去卖鱼,善慈跟在身后,光头男想出30日元买鱼。 善慈率先开口,嫌对方开价太低,至少应该出三倍价格。 善慈对鱼市的行情还是略有了解的。 几句话下来,光头男立马改口,愿意出80日元。 善慈一口答应下来,促成了交易。 大叔给了善慈一些辛苦费,善慈开心地收下,这时远处响起低的声音。 警察带走了一位帽子商贩,渔民大叔一脸不满,日本人明明说过会善待他们, 却还是无缘无故地将他们带去警局。 单纯的善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询问父亲,帽子商贩是做了什么坏事吗? 父亲不知如何向女儿解释,乱世当下,犯罪和无辜不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。 那时善慈年纪小,无法理解其中意思,父亲只是告诉他, 在善慈出生后,父母夜以继日地照顾他,生怕他有什么闪失。 父亲也暗下决心,只要善慈再世一天,他就不会让世上的丑恶伤害到女儿。 善慈懵懂地点点头。 回到家,母亲责怪善慈拿了渔民大叔的钱,父亲在一旁帮女儿说话。 平时父亲溺爱善慈,他想要送他上学,被母亲反驳。 在他眼里,无论世道好坏,对女人来说都没有分别, 并且读书,女人更该学会如何养活自己。 刀刀完女儿,母亲转而又开始批斗丈夫,不该总是宠着孩子。 父亲不以为意,渔民大叔给他一点零花钱,顶多算是他人的善业。 善慈也需要知道,世上还是有善良的好人存在的, 这种信念能促使他变得更加强大。 听了母亲一番话,善慈来到海边跟大婶们学习下海, 善慈深吸一口气,钻入海里,寻找海生物。 父亲站在海边,见善慈久久没有探出水面, 以为善慈溺水,父亲向海里奔雪。 这时,善慈探出头,手里举着战利品,大婶呼喊着, 我做到了。 晚上,善慈父亲也有几位朋友饮酒做乐, 吃着下午善慈捕捞的鲍鱼,唱着歌颂大海的歌曲, 在日本统治的高压下苦中作乐。 微讯的渔民大叔说出内心想法, 在这黑暗的时期,真想首任几个日本人, 把对方赶出自己国家, 带着这份国破家王的仇恨生活着, 他太累了,宁愿去拼个你死我活, 大家顿时沉默不语,不敢接他的话茬。 善慈母亲听到对方的风言风语, 害怕被日本人知道,让老公尽量与其手来往, 而躲在一旁的善慈听到了这些。 次任善慈找到渔民大叔, 估计着大家害怕他昨晚的话语, 想让他离开这里, 渔民大叔眼神黯淡, 如今国破家王, 他已不知道何以为家, 如何生存在世界上, 为了不连累大家渔民大叔起身离开。 善慈回家时, 正好看到被日本人盘问的母亲, 连忙转身跑开, 把父亲叫回家。 面对日本人的盘问, 父亲唯唯诺诺, 只说那晚渔民大叔只是喝醉酒才口不择言, 日本人不依不饶, 觉得他竟没有举报对方想给他个教训, 幸好同行者劝他不要逼这些朝鲜人太紧, 以防他们反抗, 两人这次作罢, 离开前日本人还假惺惺地表达善意, 夸赞了善慈母亲远近闻名的厨艺。 时间来到1989年的纽约, 亚洲男子白索罗门在投行上班, 本来唾手可得的圣职机会突然不翼而飞, 外国上级认为他资历不够, 最好再积累一年经验。 索罗门距离力争, 上级不愿多说正准备离开房间, 索罗门想起公司一直没有拿下的科尔顿酒店的案子, 索罗门自告奋勇, 愿意拼尽全力, 土地拥有者是个韩国人, 巧的是索罗门也是韩国人, 如果交易完成, 索罗门要求调回国内工作, 还要升职为副总裁, 条件谈成后, 索罗门来到日本大阪, 一下飞机, 他便来到弹珠游戏厅寻找他的父亲, 父子俩拥抱在一起, 索罗门是父亲引以为傲的儿子, 一见到熟人, 白富就四处炫耀儿子在美国投行工作, 即将升职为副总裁了, 炫耀完毕, 父子俩一起回家, 索罗门远远看见奶奶, 扇慈在院子里忙碌, 看着孙子回来, 扇慈露出一脸慈哀的笑容, 年老的扇慈与许久未见的孙子话家长, 奶奶劝孙子不要留在日本, 还是得回到美国, 日本不比美国, 这边韩国人处境更加艰难, 只有在美国才会远离危险, 孙子不解奶奶口中的危险, 这要询问时, 锅中的葱油饼糊了, 孙子连忙要扔点, 却被擅持一把拦住, 没经历过饥荒的孙子, 怎么能懂老一辈对食物的真心, 索罗门回到房间, 家里的一切让他感到无比温馨, 他偶然间翻到一盒果汁糖果, 父亲的日籍女友月子看到这一幕, 猜到他想汉娜了, 汉娜是月子女儿, 可却在某一天与家人失在, 月子一直在寻找女儿的下落, 次日所罗门一身正装, 前去谈并购事业, 没想到好巧不巧的日本御人天皇去世, 也就是日据时期被称为神之身的天皇, 与此同时, 在厨房整理的扇子也得知此事, 思绪又回到年幼的时候, 渔民大叔因酒后胡言乱语, 被日本警察抓了回来, 大叔望着躲在母亲怀里瑟瑟发抖的扇子, 默默地用眼神给予鼓励, 接着大叔又唱起来那晚喝酒时所唱的大海之歌, 在日本人的殴打下也没有停止唱歌, 渔民大叔经历不幸的同时, 扇子也遇到生命中的挫折, 父亲不幸病重去世, 扇子哭得泪如雨下, 他来到海边一步步走入大海, 企图用海水来平复悲痛欲绝的心, 九年后,扇子已经出落成亭云立的大姑娘, 一日扇子来到菜场购物时, 遇到新来本地的海产经纪人高汉水, 汉水目光随着扇子移动, 不知不觉中两人四目相对, 本集结束,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了, 欢迎点赞,留言,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,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,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, 拜拜。